对柯寿梁好恶心 真的好恶心 方只有韩红能跟自己争奖杯 因为只有他才敢跟我来争 那应能红到现在 全靠当年网络不发达 这简直是被人耸听了 我能修活到今天其实很不容易 早期演唱会上经纪人 请柯寿梁曾志伟 陈迈祥到场助阵 结果那应直接 让曾志伟保持距离 谢谢 我们距离远一点啊 谢谢 看到柯寿梁要上前亲自己 当即往后退两步回堆 自我会亲你 我不会亲你 你放心 我也来一下 好恶心 某综艺上仙道场的周华健 戴上口罩伪装成色相 很像给那应一个惊喜 结果那些耿直发言 直插周华健的心 周华健他说他从小 听你的歌长大 胡说 他比我老多了 华健哥应该比我们大多了 他是六几年的 我给你暴露出来了 华健哥都已经老头了 刚看到张绍涵比赛输给自己 一方的那应追上嘲讽 我这样还输了 输了就算了 你给我这个分数 张绍涵238 什么三大 然后他从特别远的地方 跑过来追着张绍涵 你就该输 何久坚撞赶紧溜走 因他从不在背后脚手蹲 因为都是当面脚 张绍涵 我祝他成功吧 因为这很难做 他带不出来冠军 这很难评 所以唱歌的技术 和行如隔山 是我对他的劝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找他是什么作用呢 可能是他是起到一个 在造型上 起到一个作用 而答应点评时 张绍涵就在旁边拍照 听到有人说 现在更注重才华 一旁的汪峰 点头称是的 那应脱口而出 现在是不能当饭吃的 是的 你看汪峰马上说 是的 哦对 没错 张绍涵喜欢你 就是喜欢你的才华 接受采访被问及其他明星隐私问题 那应送上白眼转身就走 不问他呀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他没有话 知道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老要聊他没发 觉得你不问他 别都跟我没啥关系 咱换个话题行吗 文文当红制作人 袁维仁教导 那应说话太耿直 应该委婉点 他直接回嘴 我气了 他觉得 现在老了 学会人情世故 与莫恩卫接受采访 被问及 想不想拿最佳金去讲 当着镜头面前 只能说不敢不敢 采访结束后 那应在吐露真话 不敢 不敢 是吗 结束了是吧 其实谁心里不想拿一百呢 想拿不敢说 必须进去 在看见学生母亲 与自己同岁时 老师我妈特别超级喜欢你 爱你跟我妈讲得很像 真的 你妈 你妈 你这 你这 你妈 你妈跟我差不多大吗 对 我妈五十多 你妈 你妈五十多啊 啊 哈哈 经常检讨自己 不该在镜头面前乱说话 真不是凶 我就是不会说话 对于我来说 我是嘴爽了 但是过后 就是这样得罪的人 就我现在会经常检讨这个 但下一秒又开始嘴人 我教你你也不懂啊 就你咋学啊 果然还是自家老师了解大英 长得好嗓子 配着个狗脑子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联系